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怕是墨无忌也能感受到不朽界和之前大不相同 一枚枚丹药被墨无忌吞下之后 在大量高级高质量的仙丹滋润下 墨无忌的身体以极快的速度恢复起来 一天的时间过去 墨无忌彻底恢复之后 神念立刻就扫了出去 韩清儒的气息上涨很快 在至清丹的帮助下 韩清儒的元神和魂魄全部被修复 此刻的韩清儒正在大量仙精的支持下 冲击金仙中企 看样子似乎很快就能突破 斐灵聂初安和简明成都在疗伤 尽管过去了数天 他们仍然在利用着 止清丹的每一丝药器 对他们来说 在这之前 无论是不是在监狱 特等的置清丹是他们根本弄不到的 墨无忌很是满意 如今他身边的实力 就是硬扛旁洪三人 也不至于说吃亏 他决定再去剑气漩涡看看 他总感觉这个剑气漩涡内藏古怪 宗主你要出去 墨无忌一走出洞府 聂崇安就感觉到了 他连忙从闭关的地方走出来 墨无忌是心中暗赞 毕竟是先帝 哪怕修为百不存一 也还是先帝 换成斐灵 就不一定能够察觉他的离开 不错 我准备出去转转 对了 这里有一份炼体功法 你和景明成可以修炼试试 顺便也指点一下斐灵 墨无忌说着 拿出了一枚玉剑递给了聂崇安 多谢宗主后爱 聂崇安激动的双手接过玉剑 作为一个先帝 又在剑狱中生存了这么长的时间 墨无忌估计 就算不练体 聂崇安两人的肉体强度 绝对也是先帝后期了 修道的先人 很少炼体 一来觉得炼体丢人 是野蛮人所为 二来 修为高了 肉身一样跟着强大 他们要修炼 也是修炼神童和元神 而被困于剑语中的先人就不同了 在这儿 一份炼体功法 比什么都珍贵 炼体功法 不但可以增强肉身强度 还能将这里的剑气 转化成肉身强度 有效抵御剑气的侵蚀 正因为如此 聂崇安才激动不已 有了炼体功法 他的存活几率又增加了不少 我要去转一下 很快就回来 等我回来之后 我会尝试着 帮你们截去大剑道的剑气束缚 然后寻找出炉 宿主 你说 你可以出去 啊 我还不敢肯定 但天道不绝 终有一线 我们之所以还未找到出去的路 不是没有 应该是还没找到 我这次出去看看 若是找不到 再想办法吧 聂崇安心神一灵 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宗主想到了 他们却没有呢 宗主 我陪你一起 聂崇安在这一刻 竟然相信墨无忌 是真的能找到出炉 墨无忌却是摆了摆手 不用 你们只要在这里修炼就行 我一个人去 很快就回来 是 宗主 聂崇安此时对墨无忌是愈发敬佩 这宗主绝对不简单 不但是先阵师 还能随手拿出至清单来 甚至连先帝用的炼体功法也有 看样子 即便不在监狱 加入平凡 也不见得就是件坏事啊 剑气漩涡和墨无忌来时一样 冲天而起 卷起了漫天的剑气 墨无忌还没有靠近 那撕裂的剑气就似乎要将它直接卷进去 墨无忌凝聚起灵眼 当他的目光再次落到那黑洞般冲天而起的剑气漩涡之中时 之前神念无法渗透的黑洞此刻却清晰无比 在剑气中的剑气一般神念是捕捉不到的 只有剑气触及身体或是伤害元神之时才能被感受 现在墨无忌凝聚了灵眼 他可以清晰地看见淡淡的剑气在黑洞中纵横 然后迅速被卷下去 墨无忌的目光沿着这剑气被卷入的方向渗透过去 紧紧千米之后他就惊住了 他居然看见了一名男子面无表情 坐在一块凸出来的岩石上 那无穷无尽的剑气从他身上穿过 可是似乎并未给他带来多少痛苦 这怎么可能 墨无忌第一感觉就是这太离谱了 因为这男子还是活着的 甚至身上还有些干瘪的皮肉 墨无忌可以感受到他淡淡的生机 换成任何一个人 进入这种剑气漩涡 墨无忌也会怀疑他坚持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更别说坐在这剑气漩涡之中 仅仅十几个呼吸时间 墨无忌就看出来了 这男子居然在炼体 因为那些淡淡剑气 每次从男子身上扫过的时候 都会激起一种淡弱的先缘波动 墨无忌确信自己的灵眼没有看错 他又往前走了树步 灵眼越过这男子 进入了剑气漩涡的更下方 但遗憾的是 墨无忌发现 他的灵眼并不能看到更深的地方 这剑气漩涡和剑气盒差不多 越是靠近 剑气就越可怕 墨无忌一直向前走 走到了连他都无法抵挡剑气的位置 然后他开始运转炼体法掘 很快他就发现 在这儿吸收剑气淬炼肉身 他吸收的先灵气速度会越发加快 很快的 墨无忌完全沉浸在了炼体之中 墨无忌炼体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肉体折磨 这剑气虽然可怕 但他没有原神 石海中又有紫气大胡 居然是极其适合他来炼体 如果没有这剑气中的剑气漩涡 墨无忌估计 他想进击神体二层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修炼无岁月 炼体也是这样 如墨无忌这般意志的炼体者 剑气撕裂的痛楚对他来说完全可以忍受 半年时间瞬息而过 墨无忌不但巩固了神体一层 还从神体一层进击到了神体三层 在仙界 能将肉身锤炼到神体三层 绝对是害人听闻的事情 一个大仙帝也没有神体的炼体 更别说墨无忌区区一个大螺仙 之前墨无忌刚刚跨入神体 修为又太弱 在剑雨中虽然没事 但是毕竟还要承受肉身 迟迟被剑气撕开的痛楚 而此时 肉身进击神体三层的墨无忌 即便随意在剑雨中行走 肉身也很难再被剑气撕裂 就算厉害下的剑气 也不过是把他肉身化出一道血痕罢了 墨无忌的肉身进击到神体三层 他更是忘记了外面的一切 疯狂冲击神体四层 本身就是一个炼体者 墨无忌比任何人都清楚 神体四层和三层完全是两个概念 一旦他进击到神体四层 再去剑气和取水 那将轻而易举 墨无忌太过迫切地需要进击到神体四层 渐渐忘记了警惕 在修炼之前 他可是时刻警告自己 不要太靠近剑气漩涡 可现在墨无忌早将自己的警告丢在了一边 剑气漩涡外围的剑气 已经不能让他的肉身再进一步 他若想进击 就必须靠近剑气漩涡 同一时间 平安藤山 庞虹威子道和山河告三人 正坐在先烈地盘威子道的洞服之中 三人的表情都有些凝重 比起半年前 三人的伤势似乎都好上了不少 但这种恢复 愿未达三人的预估 此道先有 你先说 两久之后 山河告才第一个打开了话题 威子道是脸色凝重的说 两位有没有察觉到 剑气河的水越多 对我们伤势的康复效果却愈弱 还有 剑气河的河水也越来越难取 就是用旁兄的方式 也比之前难取了许多 最初的时候 先尊和准地还可取 现在除了我们三个 几乎无人能从剑气河取水 莫非我们最近大肆取水 破坏了剑气河的平衡 紫道兄所言不虚 除此之外 紫道兄和旁兄有没有注意到 平安藤山里的剑气越来越弱了 之前有两个时辰 很多地方是没有剑气的 可现在 一天十二个时辰 几乎有八个时辰是没有任何剑气的 剩下四个时辰 剑气也是极弱 说到这儿 山河告深深吸了一口气 按理说 平安藤山的剑气减弱 我们应该开心才是 可我偏偏感受到了一种不安 这种不安 随着剑气减弱 越来越强 不知二位 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听了山河告的话 庞红二人对视一眼 然后默默点了点头 他们也感到了这种不安 随着河水取得越多 平安藤山的剑气越来越少 而相对的 他们也是越来越不安了 我想我有些明白 聂崇安和简明成 为何要离开平安藤山去找墨无忌了 墨无忌拥有志清单 和他们分配到的剑气河水少 只是一个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 威子道说到这停了下来 三人都没开口 但三人的眼睛里 大家都互相看出了同一个答案 平安藤山有问题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蔫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